爱 怎么短 才能潇洒来去不留一丝遗憾 情字乱总来纠缠 伴无声的呐喊 我的心有千般 尝过酸甜苦辣说不尽的悲欢 谁欠谁该怎么算 英雄低头也无离欢 我断寸找你不给答案 却有一厢情愿带我先清贯 等待变成伤感 情形太难 也只好人泪水盼烂 苏世红尘 谁能承担 擦身而过坏来一生孤单 怎么口是拒绝 你只给一半 爱不爱你的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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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上一次在河边偶遇你 现在你又在我的府里 这一切不是偶然吧 还有 一个平凡人家的女孩子 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武功 又知道天下大事 说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到我这儿究竟想知道什么 我不是什么奸细 更不想窥探府中的秘密 甚至 我连我自己在哪都不知道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是从何处来 你把我看得太高了 我只不过是杨素 司空府中私逃出来的丫鬟 因为手持浮沉 所以人称红服 司空杨素 一个丫鬟的武功 会有这么高 我名义上是丫鬟 实际上是杨素私下的 外样的暗人 专门为他暗杀 想除掉的人 这么说 李悦家的面门惨案 是你们干的 是 那你为什么逃出来 我不想再做暗人了 如今天下大乱 杨底昏庸杨素揽圈 导致民不聊生 恶嫖遍野 我不能再助纣为女 所以我出逃了 我能相信你的话吗 难道 就不会是杨素派你来杀我的吗 如果杨素派我来的话 你还有机会在这里吗 好 我相信 那依你的意思 怎么样才能救国呢 一国之魂再宜君 如果没有明君 那就是魂飞魄散 现在的确要有人来称王 阻止群凶并起 百姓才会有希望 那依你的意思 谁最适合称王呢 不是别人 正是李公子的父亲 唐公李渊 我也劝过父亲 可他迟迟下不了决断 以唐公的秉信 肯定不会轻易出来反对朝廷 倒是你一定要推他一把 实在必行 唐公自会下决定 推一把 怎么推法 我倒有一计 不知公子愿否一事 这 恐怕 我们做暗人的 行事向来只中结果 不择手段 要成大事 并不拒小结 再说 唐公最重是明杰 不在明杰上下手 他是很难下决定的 而且 必须要有一个 在宫中很熟悉的人 此计才能成功 好 我就试试 就算你是陷阱 我也踏进去 看看我会不会 救蛇被蛇咬 唐公 这边请 老爷在那酒后了 前面带路 是 唐公 快来快来 都在等着你 陪大人一向可好啊 哪有你好啊 听说 唐公近日封了 荡寇大将军 可喜可贺啊 别提了 我是有口难言的 请 请 来人 伺候唐公 唐公 来 我们干一杯 好 来 干 唐公 开心一点吗 你我可是老朋友了 难得见面 你这样哀声叹气的 这怀疑我是不是招待不周啊 不不不不 这事与你无关 我只是寻中郁闷 陪姐啊 这事你也知道 杨肃这是挖了个坑 让我往里跳啊 嗯 没错 你只要跳进去 他立马把你埋了 怎么 这事你也知道 哎 那你说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唐公 这是圣诏 陪记我 哪敢多言呢 唐公 来 喝酒 你今天到我这来 别的事我办不到 可是要唐公开怀解闷 这个事啊还可以啊 哈哈哈 见过唐公 北兄 哪来的如此角色 不瞒唐公说 这两个都是宫里的 宫里的 难道是阳帝的遗妃 没错 唐公 这先帝驾崩 幼主又刚刚继位 这宫里边乱得很 这些妃子 天天在宫里无所事事 过来陪我们喝喝酒 无伤打压 这不合体质 唐公 你想想 这夜深人静的时候 只有你我 还有他们两个 谁知道 再说 幼主 从不到济阳宫来的 不就是喝酒吗 这同习饮酒 他也不犯王法 素养唐公威名天生神勇 据说娶妻时被考验射孔雀瓶 唐公竟使四十二支箭全无虚发 可不是唐公神剑天下皆知 你们连这个都知道 莫非是裴大人告诉你们的 并非裴大人告诉我们 此事在宫中已盛传已久 来 喝酒 来 来 来 倒酒 唐公 好 那我就暂时忘掉抽云 尽情一换 来 来 倒酒 好 好 李将军 时间上早 我再睡一会吧 是啊 不了 李将军 李将军 不要走 再睡一会吧 不了 李将军 李将军 我走了 李将军 不要走 李将军 李将军 别走啊 李将军 别走 唐公 唐公 两位妃子呢 李将军 里面呢 你你该不会 你说呢 哎呀 糟了糟了 我听说唐公再次留宿 我就担心出这事啊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都是我不好 昨天晚上我也喝多了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哎呀 哎呀 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 这事啊 都是我糊涂 你赶快 赶快叫林世民 叫他过来 快快快 哎 哎 快去 爹 出什么事了 哎 哎 世民哪 昨夜 我留宿此地啊 世民 这事你别怪你爹 昨晚上 我是为给你爹姐妹 请了两名妃子过来 谁知道 我们都喝醉了 嗯 我明白了 世民哪 啊 冒犯妃子可是死罪啊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爹 现在 不称帝是不行了 爹 爹你想 杨肃在一旁虎视眈眈 正愁抓不到马饼 此事 若落入他耳中 还不立时将爹爹定罪吗 你不是说此事无人知晓吗 啊 唐国 我说的是昨晚上喝酒 这事就是传出去 也没什么呀 可是现在 你看这事 哎 糊涂啊 糊涂啊 爹 如果杨肃因为这件事 治了爹爹的罪的话 那天下人都将是爹爹为 哎 不要再说了 除此之外 那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爹 这是天意所归 现在杨广已死 各部英雄 会为争夺地位 而互相残杀 到时候 就会封烟四起 而百姓之苦 更胜今日百倍 所以 为解黎民之苦 现在需要有人 站出来一统天下 爹 睡意天命 是时候了 你不应该叫你 事已至此 看来只能这样 然后 你会 打开 好 来 小心点 告诉你 这次事情成了 终于成了 以前对姑娘多有冒犯 请姑娘不要见怪 这次我还要多谢 不要谢我 我只不过出了个卑鄙的主意 是很卑鄙 但很有效 唐公已经称帝了 还没有 可我父亲已经同意了 那谢我未免太早了 明日一早 你马上去唐公府 以免变化 不到最后一刻 不要相信胜利 请 拜见爹爹 不知爹爹 不知爹爹 一早召我们前来 何事啊 谁啊 你跟大家说吧 爹爹现在已经决定 自立为帝 那我去不要成公主了 爹 我也是起火难下 我也是起火难下 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那既然是这样 孩儿也无话可说 总之 事与至此 我想把大家找来 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以后的事情 没错 爹爹自立为帝之后 群雄必群起而攻之 在大事底定之前 今后一定有很多的硬仗要打 打仗我不怕 杀敌我最拿手了 爹 我的平原军也训练差不多了 正好派上用场 我和建成留守太远 市民麾下也都是精锐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夺取天下 只可待 我和市民商议 我既称帝 就改国号为大唐 年号定为武德 从今日起 就为武德元年 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如今理建成为太子 市民为经兆义 封秦国公 元吉为齐国公 谢父皇 临旨 起来吧 父皇天命所归 我李氏皇朝的盛事 即将从今天开始 公子 那小子呢 回公子在花园里 公子你干什么 快放开 要是我不想起来怎么办 不移 把手放开 有什么不移的 人家男女才不移 你我同是男人 做何不移 反正就是不移 快起来 本公子赏识你 你便不知好歹 可恶你 我李静 就算双脚不能行 我也非离开此处不可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兄台以为我李静可以任你卸完的话 你找错人了 那我哪知道啊 谁让你穿红吃白长得那么俊 要是你长一大把胡子 我哪会对你有非分之想啊 走开啊 你是 你是女的 现在是谁非礼谁 平公子 不 平姑娘 我实在是得罪了 我真是没有想到你 没想到我是女的吧 我以为你有那个龙羊之屁 你真是呆子 我本来还想继续逗你玩下去的 没想到这这么穿了 真不好玩 姑娘为何不着女装呢 女装多麻烦 梳不头就要半天 我从小就这样 习惯了 可是姑娘 你别姑娘姑娘的 你就叫我平阳吧 平阳 我想 你的家里 必定都是男儿吧 没错 我尚有三兄弟 我是唯一的女孩 我娘常说 把我生错了 我该也是个男孩的 不过说真的 之前我不知道你是女儿生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 觉得你阴气挺重 说真的 我觉得你不像个男人 是吗 那你是没看我带兵打仗 你要是看到我带兵打仗 你就不会这么说我了 天生万物皆分阴阳 本营男女就是要各安其位 李大哥 别惊叹我了 看看你吧 我 你起气了吗 我 去了 可惜 那她死了没有 我知道了 肯定是死了 其实是生死未卜 这话怎么说呢 她被仇人追杀 坠入河中 后来 就不知我气的下落 对对对 我就是在河滩上遇见你的 对了 平阳 你当时发现我的时候 有没有听说有人掉在水里面 我说实话 我没问 我实在不知道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她 李大哥 你想过没有 要是你老婆 要是你老婆跟你一样落了水 要是没救起来的话 肯定是活不了了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知道她的生死 好吧 我帮你去找她 可是李大哥 要是你老婆死了 你会再去吗 平阳姑娘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好像不希望我妻子活着似的 不是不是 我只是关心你嘛 快 前面就到了 大胡子 大胡子 你干嘛 大胡子 哎大胡子 你到底搞什么鬼啊 啊 大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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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钢带 号称是天下反随总盟主 受朝廷追逼甚紧 因此在山寨周围设置了很多暗信 通往山寨的路上设置了二十一个空心石神 内藏狼粪 凡盟友带人马上山 必先点狼粪让他们知道 否则 伏兵必歼灭之 此之称为 拜山神 哦 难怪你这一路上点那个 什么烟来着啊 你刚才说的那些呢 我都知道 我只是 意识大意忘记了 忘了 各位兄弟我回来啦 回来啦 回来啦 唐众 是第二十一道 立即吹响号角通知站内所有人 是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害怕 不过你不用担心 挂钢寨就是我的家 我会是天坡承耀机 今天要回家啦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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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走 你看 他们来欢迎你了 这位兄弟如何称呼啊 我便是瓦钢寨的大堂主 未敢请问英雄高兴大名 哼 我 你可听清楚了 我就是人称 混世天魔 陈耀金事业 混世魔王 未敢请教 英雄是哪条道上的朋友 哪条道上的 我你都没听过 哎 你们千金将军在吗 叫得出来 千金 有千金将军吗 大堂主 大哥 这就是我大哥 这是我的下属 回答当初 这位是我的朋友程咬心 我们很多年没见面了 你可真是的 我只是火头大将军而已 你这么说就不怕别人笑话吗 我还以为是谁呢 方才我见到二十一道狼烟冒起 便知来者势勇非敌 故立即出营 不过 三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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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三寨主 大狐家 兄弟 怎么样 挺好的 兄弟们 别来无恙嘛 谢谢三寨主 三哥 不 三寨主 我早就素完瓦钢君是仁义之师 是仰慕已久啊 没想到我今天有缘 能够跟你三哥同生共死 我之前的真是 有眼无珠啊 你可别怪罪我啊 别怪罪我才是 何处此言 只要你有仁义之师的心 就是我们瓦钢寨的朋友 更何况你的到来 无疑会增强我们的军力 我们 应该感谢才是 哎呀 三寨主 我们不愧是同生共死的好朋友 好兄弟啊 来来来 快请到君与堂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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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走 来 来来来走 赶一杯 走 好 白哥 三弟 白哥 三弟 三弟 大哥 三弟 大哥 各位兄弟 三弟 你终于回来了 是啊 这次回来 给你带来一个弟兄 他叫程咬金 各位大想好 我就是 江湖人称 混是魔王 程咬金 混是魔王 他奶奶呢 我正想领教一下 看谁 一更混 出来乍到 我来给你介绍 这是我们大当家的 张阳 大当家你好 二当家 尼可 二当家你好 这位就是 大名鼎鼎的 飞将 单雄姓 单大哥你好 他是我们的军师 贾雄 贾大哥你好 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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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哥 还有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一聊你们就熟了 好好好 我程咬金今日真是呀 见面不如文明 我的意思是说 文明不如见面呀 好 你跟他们慢慢聊 大哥 我们说点事 好 走 去三弟 各位英雄好哈 二当家的 你好 我程咬金呢 其实也不是浪得虚名 我在江湖上 也是赫赫有名的 这个大江南北 我都走遍了 而且大江南北的小吃 我都品尝过了 这个你们瓦岗寨 有没有什么上口的韭菜 让我品尝品尝啊 我说兄弟啊 真有 大哥 我这身体啊 大不如从前了 可在外面还得撑着 如今当着三弟的面 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 大哥 我觉得你的病 还得早些医治才是 哦 先说说 你的大事办得怎么样了 托大哥的功夫 大仇已报 如果小妹在天有灵 一定会含笑九泉了 嗯 这就好了 做大哥的多年来 日夜期盼的 就是三弟的大仇 能够得报 大哥 不碍事 我只是有些不舒服 我正在担心 前日接到飞鸽传书 说杨肃已率领大军 向瓦岗带前来 杨肃那死要来 听说有一个高手在他身边 我正苦于寨内无人 没想到三弟你就回来了 是独孤城 独孤城 我怎么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号 之前也曾和他交过手 费尽全身力气 只是厮杀个平手 此人的功力 高深莫测 真的 使尽全力也只是个平手 看来他真是强得可怕 大哥 你放心 如果下次再遇见他 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哦 对了 三弟啊 光顾着说话 恐怕有一个人 是你最想见的 最想见的 相公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你 等得好苦啊 相公 此次回来是否大仇已报 娘子所言不差 为父总算没有愧对 冷落娘子之情 这要相公的大事能成 我又何惧独守身归呢 我后来 pandemic 我里面有不然锅 我们在理计刺子这里 速摄下车 一辈子 你回不过 他在去 仍然可以 但是你会不严重的 我自己的阻止 李大哥 吃嘛 我实在是吃不下 你老婆有什么了不起啊 死了再换一个就是了 我这辈子只爱她一个 而且 而且她没有死知道吗 可也没人说她活着 这不是死就是活 不可能不死不活 我认为啊 你当她死了比较生生的 她没有死 哦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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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哥 她没死 那你告诉我她长什么样子 我帮你出去打听打听啊 初晨她 初晨她 她 美丽脱俗 妩媚中带着天真 天然去雕士 而且 她聪明过人 知情达理 只可惜她自从跟了我 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不是风餐露宿 就是东奔西逃 听起来你很喜欢她 初晨她非但跟我有感情 而且还有瘟疫 她有我漂亮吗 你根本就像个男的 叫我怎么比啊 我真的像男人吗 嗯 我觉得我挺像女人的啊 来人呢 公主叫我们 公主叫我们 快去拿衣服来 让我换上 是容装浸装还是骑马装 你当我是男人啊 我要穿女装 有吗 我娘那时不是替我做了一套女服吗 你拿来我换上 是 还有 叫人来替我梳头 把珠宝首饰偷偷拿来 是 我就不信 我打扮起来 不如她老和漂亮 不是 我 把珠宝首饰也是 我 拍用 真的 我 不信 fry 我 说 才 怎么 是 你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 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三弟啊 没想到你现在的功力已经这么强啊 我一时没防备 差点跌倒啊 大哥 你的身体 我的身体啊 的确不如从前好了 我老了呀 所以一直盼着你回来呀 等我回来 是啊 我日夜期盼的就是让位给你 大哥 你还不知道我吗 天成游侠性格 浪荡不羁 怎能担此重任 反之二哥他 文桃武略 又懂政务 正好当此达人 哦 三弟天生豪迈侠义 一向以仁义为先 况且又深受弟兄们的拥戴 正好成绩瓦钢寨仁义之师的名号 三弟啊 至今人还记得 当初我们节意返随 是为了天下功力 因此瓦钢寨由你来带领 绝不会走向歪路 再加上你的精实武功 我想全寨的弟兄们一定会心服口 大哥 大哥 二哥他 至于二弟嘛 哦 他只是适合在阵前出谋划策 故此你二人正好是各展所长 为瓦钢寨各司其职 各出其力 不过对于你二哥 你一定要提防他 这是为什么 而今两弟一架崩 司空杨素对我们瓦钢军 一方面招安 一方面又派李渊前来围剿 你二哥李密有意向杨素投场 只是我不许 他也没有强求 不过我知道 他心里一定不服 明白了 快点快点 快 大人你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啊 别问那么多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司空大人 您也一块去吧 我不去 你带他们送 走吧 走吧 走 快点 flu 大家享受 快我们 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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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心 快喝 快嘻 快喝 赶快喝 快喝 Texas that's mad 快喝 我再说一遍 快喝 滚回去 刚才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他一拉 整个胳膊都掉了 满地都是血呀 全都是血 饶了我们了 放了我们了 都不滴了 放了我们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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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别跑 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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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阳怎么还不来啊 我都快饿死了 还不能开饭啊 往日每次吃到的二弟 倒是早早入座 现在改成小妹吃到了 往日里我可不是故意的 这回 都要看小妹有何说辞了 她来了 不会吧 平阳 怎么样 漂亮吗 漂亮 好啊 你们都嘲笑我 我们不是笑你啊 你这 你这也太奇怪了 太可笑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 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嘛 对吧 大哥 你没事吧 你才有事呢 你们这些人啊 就见不得别人打扮一下 你们还别说 我女儿这么一打扮啊 还真漂亮 还是爹说的比较实在 难以后 他就会说 我可以打扮一下 我的天啊 你看我漂亮吗 漂亮 比你老婆呢 你跟她是不同类型的人 所以不能比 怎么不能比啊 这是杯子 这是梨子 你说这两样东西该怎么比 我就想跟她比不行啊 好啊 你爱怎么比就怎么比 不要问我就可以了 毕竟 我绝不会让你找到你老婆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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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来了 她怎么样了 郎中说 姑娘的眼睛已经好了 是吗 是啊 好 太好了 少爷 少爷 你还没更衣呢 当这个世界又重新在我眼里展露时 我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李世民 他带着比春风更迷人的微笑 仿佛 他属于阳光的一部分 就这样突如其来的进入了我的视线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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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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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空突然一片辽阔 原来你是真的已经离开我 在我不熟悉的世界 不幸的生活 闭上眼让泪水滑落 此刻你已真的永远离开我 在另外一个没有我的世界 自由地走